这 这 这是何人 年紧轻轻就可以把哲龙心法修炼到 第二种境界 难道是大师兄的船 小友 小友 别闹 怎么可能 老傅现在练的哲龙心法第六种境界 都难以达到行宫运气之事 可以随意说话之功利 小友 小友醒来 小友 干什么 师父的师父 你怎么进来了 我是不是睡了你的床啊 我先走了 你是何人 跑到我天归洞来做什么 刚才你说 师父的师父 是什么意思 是 我 师父 师父来了 哎 你说玄玄子 是你的师父 对 你是我师父的师父 可是你看上去那么年轻 比我师父看上去还要小 就跟我哥似的 可是按照辈分来说 我是你爷爷 嗯 嗯 不对 我再算算啊 哦对对对 你是我爷爷 所以有句老话叫 隔代亲 师父的师父 如果一会儿我师父 扭我耳朵 你可得帮我啊 好啊 那我先躲起来啊 哎 进来吧 弟子玄玄拜见恩师 太岁 你怎么在这儿 小兔崽子 快快出来 叩见师祖 那要是徒弟出来 师父 你可别再救我耳朵了 少废话 快出来 徒孙太岁 拜见师祖 玄玄子 弟子在 这可是你收的弟子 是 他 他叫太岁 是弟子收的徒弟 果然是一块仆玉啊 玄玄子 你收了一个好弟子 来 本门的折龙心法 你传他几年了 折龙心法 魏蒙师父恩准 弟子岂敢将师门绝学 传授与他 你未曾传授与他 那他如何已经练到了第二种 什么 这不可能 你 哎呀 事情是这样的 我方才跟着师父上山 可是呢 又不敢去找师父 不知怎么就进了这个山洞 到了这里 就是这个石台子 这个石台子上刻满了经文 我就随便练了一练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练到第二种了 你说什么 别吵 方才你讲 你刚进来不久 随随便便一练 便练到了第二种 我就是练着练着就困了 困了就睡着了 醒来之后我就练成了 师父师父 师祖是不是疯了 秀同 旷世奇才啊 你可知道 修炼我本门的折龙心法 对修炼者的资质 甚是挑剔 如果你资质甚浅 就算你练一百年 也别想入门第一种 但是 就算你资质再高了 就在此片刻能练到第二种的 就你一人 啊 就算是我那天资卓越的大师兄陈团 他也是潜心修炼了四年之后 才练到第二种的 我收了两个徒儿 迄今为止 第一种都没有练到 弟子惭愧 有出息 不如这样搞好 你就留在老夫身边 老夫亲手调教你 你可要知道 这折龙心法如果练到第十种境界 就可以打倒 非生成仙 老夫非要亲手培养出 第一个神仙来 我们去了空丧派和盲林村 所获得的线索 就这么短 英光 你平时行走江湖 可认得这个首决 英光 英光 这个首决真是毫无印象 冲玄临死之前这么做 必有用意 难道 他是想告诉他人什么 如果是想告诉别人什么 无非有两点 其一就是告诉别人凶手是谁 这其二嘛 就是他隐藏了一个重大秘密 秘密 甚至大于他的生死 以至于就算他死 也不愿把这个秘密埋于地下 他也不愿把他对他人不愿意 任何人也不愿意 封冲 他也不愿意 封冲 你如果是不愿意 你也不愿意 我相信一定有人使得这个守绝其中的含义 是 这究竟是什么鬼这是